《连环画西香记》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改编 红增灵 绘画 王淑辉 话说红娘被老夫人派来请张生赋宴 张生满心欢喜 跟着红娘来到厅上 见过老夫人之后 老夫人说了几句客套话 就叫红娘去请莺莺 红娘到卧房来请莺莺 莺莺听红娘说 今日的严席特请张生 旧虫又画了峨眉 贴了淬电 又细心又匆忙地梳妆起来 莺莺换上鲜艳的衣衫 一发比平日华丽 把个红娘也看得呆了 连说小姐真是天生的一个夫人样 张生真好福气啊 莺莺来到厅上 老夫人要她与张生兄妹相称 张生一听此言 好像迎头浇了一瓢凉水 大吃一惊 莺莺也觉得晴天起了一个霹雳 红娘在一边也愣住了 原来老夫人贤张生没有功名 和她向国府不是门当户对 所以不顾信用 变了主意 这时 她见三个人待在那里 全部理会 只管叫莺莺给兄长敬酒 红娘指的针上酒 递给莺莺 莺莺把酒杯推开了 老夫人又叫红娘换热酒针上 定要莺莺敬张生一杯 张生满面怒容 只欠了欠身子 推辞不饮 莺莺知道 此刻便是玉叶金波 张生也咽不下去 她有心安慰张生几句 又爱着老夫人不好其口 便把刚从红娘手中接过来的酒杯 又恨恨地递给红娘 老夫人见女儿双眉紧锁 掩不住满腔怨愤 便叫红娘扶小姐回房去 莺莺用满寒深情的目光 看了张生一眼 便转身进去了 张生再也坐不住了 告辞之前 她怒冲冲地责问老夫人 为何反悔前言 老夫人推说 莺莺早已许了她的内职正衡 请张生令潘高门 并表示她情愿多送金箔筹保 张生愤怒极了 声明不要钱财 立刻要搬出书房 老夫人一时也决过意不去 就劝慰了几句 说 既认了兄妹 是一家人了 且在书房再住几日 说吧 叫红娘扶张生离喜 红娘扶张生回书房去 张生眼看幸福的愿望 瞬间成了泡影 觉得万念俱灰 只想寻死 但求红娘把她的心意转告莺莺 红娘对老夫人做的事非常愤慨 见张生这样真挚 十分同情 她劝张生且不要灰心丧气 答应由她来想办法 成全他们两个的好事 进了书房 红娘见张生有个琴囊 了她谈得巧妙 她知道莺莺也醉喜琴音 就叫张生今晚趁莺莺出来烧香的时候 弹琴打动莺莺 张生这才又振作起精神 对红娘谢了又谢 张生好不容易独自挨到黄昏 早把琴贤调理得端端正正 自言自语地说 琴啊 小生与你湖海相随数年 今夜这场大功 全在你身上了 张生坐在窗前 痴痴地磨倒着 忽而求月亮早些上升 忽而又向苍天求借一阵顺奉 好将她的琴声送到莺莺耳边 月亮出来了 那边 莺莺想着自己和张生 满怀心愿不能成全 她望望团圆的明月 反而更加伤感 红娘催莺莺出去烧香 莺莺懒洋洋地跟着她走向花园 红娘摆上香案 连声咳嗽通知张生 琴声就从墙东书房中 叮叮咚咚的传了过来 红娘听到琴声 推说去房里瞧瞧老夫人 就留下莺莺 独自离开了 莺莺见红娘走了 便不再顾忌地走进墙下窗边去听 张生听到窗外有人 知道定是莺莺 就挨挨切切地弹出当年司马向儒 追求卓文君的凤求黄曲子 一面吟唱着动人的歌词 莺莺在窗外听了 觉得歌词充满了哀怨 情意真切 禁不住流下泪来 莺莺正在伤心 忽听见张生把琴一推 抱怨起她来了 她说 老夫人忘恩害罢了 只是小姐 你却不该付我呀 莺莺见张生 错怪自己 只恨隔着一堵墙 不能过去 向她说明自己的心意 这时老夫人 又叫红娘 来请莺莺回房 去做针线 回到房中后 红娘告诉莺莺 张生明天就要走了 莺莺叫红娘去对张生说 夫人这两天正有事 叫她且耐着性子再住三两天 好歹要给她一个回音 张生听了红娘的回话 又住了两天 只是总见不着莺莺 静悠悠悠悠的 害起病来 莺莺听说张生害病 叫红娘去探望 红娘来到书房窗外 先往李妾看 只见张生七七凉凉的 合一坐在床上 人也瘦了 气色也不好 红娘觉得心里好难过 听到红娘来了 张生忙起来开门 让红娘进房 她听说红娘是莺莺拆来探病 知道莺莺还有怜惜之意 便取出一张时间来 求红娘烧去 红娘起先不答应 张生拿出银子 愁谢红娘 红娘说 什么话 我是探你的银子吗 我不是那样的人 张生见红娘恼了 慌忙赔罪 红娘这才把时间揣在袖中 红娘把张生的时间 带回莺莺卧室 不敢当面递上 趁莺莺还没有起床 把时间偷偷放在梳妆盒里 一会儿 莺莺起身 红娘催她梳洗 莺莺打开梳妆盒 发现了时间 一看 原来是张生写给她的 莺莺知道定是红娘烧来的 心想 张生张生 你也太大大了 这事要是老夫人知道了 岂不翻天 她就假意对红娘生起起来 说要去告诉老夫人 不料红娘一下把时间抢到手里 装作要到老夫人面前 去搞张生 莺莺这才一把拉住她说 我逗你玩呢 罢了 饶她这一次吧 莺莺也写了一张诗间 叫红娘送给张生 她对红娘说 上面写的是叫张生断绝妄想 以后再要这样 非告诉老夫人不可 红娘怕张生伤心 害得疾病加重 说什么也不肯送 经莺莺一再要求 红娘没法 只得把时间带到书房 见了张生 还不想给她看 只告诉她 莺莺见了烧去的时间 大发雷霆 劝张生不要再自寻烦恼 张生不信 还怪红娘没替她说好话 红娘才赌气 拿出莺莺的时间给她瞧 不料 张生一看 喜出望外 她把莺莺的诗念给红娘听 说莺莺在诗里暗示 要她今晚到花园里去和她相会 红娘这才知道 连她也给莺莺哄了 张生说 只是小生是读书人 怎么跳墙啊 红娘气得撅起了嘴 说 跳也有你 不跳也有你 你们的事不与我相干 说着 转身就跑了 红娘心想 莺莺当着她的面甲星星 信里却约张生相会 她要故意不说破 要看看到时候 莺莺怎么瞒的 这天晚上 她照常扶了莺莺到花园烧香 红娘摆上香案 对莺莺说要去把脚门拴上 她却从脚门出来 绕到墙东 见张生早在那里 这时弹云龙月 四周竞技 红娘叫张生跳墙过去 张生跳过墙去 还没走到莺莺跟前 不料 莺莺因为没有把红娘支开 临时又变了卦 她一本正经地说 张生 是你 我在这里烧香 你无故到此 若被夫人知道了 作何解释 莺莺喊红娘捉贼 红娘起初不理 见张生将在那里速速发抖 这才过来 对莺莺说 小姐 别慌 这个贼是个鼠贼 红娘故意责问张生 是谁叫她来的 跳墙过来干什么 莺莺就叫红娘 扯她到夫人跟前去 红娘拦住说 不如由他们来处分张生 说着 她责令张生跪下 张生满面羞愧 跪在地上 莺莺一正词严地责备她说 先生救命之恩 自当报答 只是现在既为兄妹 怎么又生此念 夫人知道了 绝不会甘休的 莺莺说把回屋去了 红娘这才掺起张生来 叫她回去 并打去说 先生 你这猜是迷的能手 是怎么猜的 今天该死心了吧 张生经不起这场折磨 从次日起 就病得不能下床了 莺莺听到这事 在无心绣花看书 只担忧张生的病 她出神地坐了半天 终于又写了一张诗箭 莺莺叫红娘 把诗箭送给张生 红娘不肯去 说她再也不惹事了 要莺莺也行行好 别送了她的命 莺莺对她说 这回是一张救命的药方 红娘把这张药方送到书房 不料张生一看 竟高兴地跳了起来 说小姐这药方寄的是 夫人没睡 怕的是红娘不闻 红娘不明白 问是怎么回事 张生告诉她 莺莺答应今晚亲自到书房来探病 张生的病顿是好了一半 只是还怕莺莺临走 又被老夫人看住 红娘叫她放心 说着就回去了 这天晚上 红娘探知夫人已经安睡 见莺莺却愁愁愁愁的还不动身 忍不住催她说 你今晚再要便挂 我到夫人那里去告你一状 莺莺又犹豫了一会儿 才跟红娘悄悄走出卧房 张生此刻正网穿了眼睛 呼听红娘轻轻敲门 张生忙把门开了 只见红娘把莺莺轻轻一推 推进了书房 张生和莺莺 经历了多少波折和相思的苦恼 终于冲破礼教的樊楼 他们好像在幸福的梦里 只愁情长夜短 莺莺直到三更时分 才由张生送出书房 红娘在门外等了半夜 这时忙过来搀扶莺莺回去 张生送别时说 小姐不气 小生此心始终如意 日子一长 事情尽管秘密 还是引起了老夫人的疑心 一天 欢郎无意中说 她姐姐和红娘 每晚烧香到深夜 老夫人一发起疑 老夫人立刻把红娘叫来 严厉盘问 红娘不说 老夫人取了棍子 命她跪下 问小姐到张生书房里 去了没有 红娘还是不说 老夫人就狠狠地打的 最后 红娘见实在隐瞒不过 只好把事情的经过 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老夫人一听 气得目瞪口呆 这时红娘的胆子 倒是大了起来 她理直气壮地说 这都是由于老夫人忘恩负义 然而无信 一手造成了 老夫人要把张生送到官府 搞她引诱向国千金 红娘又阻止说 如果惊动官府 更叫外面都知道 堂堂向国夫人背信弃义 她劝老夫人 不如就此成全一对家偶 老夫人想了又想 觉得红娘说的句句在里 就咬咬牙 叫红娘先去把婴婴叫来 随后再叫张胜 红娘到里面对婴婴一一说了 婴婴听说事发 先吃了一惊 又听说母亲已经被红娘说服 答应给他们成亲 才放心 才放心跟红娘到前面来见老夫人 婴婴婴见了母亲 只是低着头 老夫人到边哭边说 我的孩儿 你今日被人欺负 做下这等事 都怪我养的儿女不长进 张生见了老夫人 老夫人言辞利色地说 好秀才 圣贤之书读到哪里去了 把你送官府 又恐辱了我家的名声 我只好把婴婴配与你为妻了 但是 老夫人立刻献张生 明天就上长安去赶考 要得了官才能回来取妻 她吩咐家人明日安排韭菜 在十里长亭给张生见醒 说完 就叫婴婴红娘跟她进去了 次日 张生骑马 长老不行 惠民挑着酒菜 秦童担着行李在前 婴婴红娘和老夫人坐车在后 离开普救寺 来到了长亭 老夫人叫大家在长亭内坐下 喝着酒 老夫人叮嘱张生 死去定要谋得功名 不然休想回来成亲 张生含着泪勉强答话 婴婴让红娘针上一杯酒 接过来递给张生 轻声嘱咐她 无论有关无关 早日回来迎娶 胆得白头偕老 强如状远吉地 红娘知道 婴婴从昨晚到今早不曾吃过东西 要她饮一口汤水 婴婴哪还能吃下 她和张生 日后一个这边 一个那边 只是一声声叹息 才做了片刻 老夫人就站起身来 一面吩咐套车 一面催张生上路 红娘扶老夫人 先上了车 婴婴和张生相对流泪 千叮咛 万嘱咐 一个要她一路上 安马秋风好护士 一个要她在寂寞深归中 好好珍重 张生上马走了 婴婴还在眺望 只怕前面青山树林 遮挡了目光 四周山色苍茫 斜阳下还远远望得见 张生的鞭烧 婴婴被老夫人再三催促 由红娘扶上车去 从此 各自东西 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团聚